女王红被中国老公家报 这件事情最近在加招呼里 这个女王红叫杭姊姆 她在越南基金有360万个粉丝 那你知道越南人数是多少吗 才一个亿 她竟然占了3% 那你觉得这个数量多吗 相当于中国的几千万粉丝也有高 所以说她在越南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杭姊姆 中文名字叫杭姆 加给一个中国男人 这个人难道 她结婚两次 这个男人和她的亲戚 生了两个儿子 说实话 如果没有这两个孩子 出来的女儿 阿姨姐姐真的会危险 一开始不知道的别人 都以为这个男人非常有钱 所以这姐姐就交给她 后来发生这件事的 就后来大家来调查了 才发现原来是 阿姨姐姐一直在主播男家 然后这个男人一直在外面 签要了她举的一个越南婆娘 新生工作又年轻 然后还给她生了两个儿子 这些行李珠 对整个中国人在越南这边都受到影响 中所周知来越南找婆娘 是因为越南女孩子漂亮 所以说中国朋友们来越南都是非常想要找一个越南婆娘的 那中国朋友们 如果你觉得越南女孩子合适的话 请用最温柔和态度对待她们 好的 如果你要想学习越南语 想来学越南的人 不要给大家点个小爱心和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看完这个视频 谢谢 谢谢